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本田老刘 老刘今天呢,给江苏南通的粉丝 准备一台刚入手的二手车 这个二手车里面这个水啊,很深,很浑 那么这台车的车况呢,绝对OK 我已经检查过了,这台车的车况 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 我都想入手这台车了 什么车呢,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看看你能不能认识这台车 大家呢,一起来猜猜这是什么车型 那么这台车呢,内饰外形啊,大家都看到了啊 什么车应该都看到了啊 这就是我们本田高端豪华品牌 欧哥 这个是广汽欧哥啊,TLX 这台车呢,为什么来准备呢 这车,车况非常好,公里数也不高啊 8万多公里啊,二手车这公里数,虽然没有参考意义啊 但是,它就是8万多公里啊 配置是相当高啊 那么胎压监测,这才叫真正的胎压监测 看到没有啊,直接写是压力的 那么粉丝淘汰这台车呢,车况非常好啊 然后他想准备一下 那么大家猜一猜啊 这款车啊,它有什么问题需要准备吗 这个车才8万多公里 18年的啊 需要准备什么呢 当我打开机盖的那一刻 我相信大家就很熟悉了啊,很熟悉 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看这台车啊 它的动力总成,用的是谁的 出发 它这个机盖也在这里啊 这个标很大呀 很多人说它像长安 大家先看一下啊 就这个 它的一个 动力总成 大家看一下呢啊 我们这款TLX的这个动力总成 跟本田啊 哪款车是一样的啊 是不是很熟悉 很熟悉,这款发动机啊 这发动机非常的熟悉啊 唯一的一个不同的点是什么呢 客户已经把这个启蒙石盖啊换成铝合金的了 原来是素质的是不是啊 据说啊 换完这个铝合金的 它可以降低漏油的一个概率啊 那它只会降低一个启蒙石盖漏油的概率 那其他地方该漏油还得漏啊 大家看我的视频应该知道啊 这款发动机 准备最多的就是漏油 那么这款发动机很多车型都在用啊 很多车型都在用 东风本田 广西本田 很多车都在用啊 什么 施伯瑞啊 然后什么 爱丽森呀 什么 CIA V呀 还有那个什么 广板的奥德赛呀 雅阁呀 很多车都在用这个发动机 那么发动机 大家认识了啊 两年是地球梦直奔发动机 啊 问题没啥问题 有两个小毛病 第二个 漏油啊 这个概率比较高 就是相比本田其他型号的发动机 OE啊 那么看一下变速箱 来看懂没有 很多电池拔 很多电池拔啊 这款变速箱 是什么变速箱呢 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啊 听读一下 这款变速箱啊 看看 就看这个很多电池拔 就应该知道了 我相信很多人会说 这个是什么 6AT是不是 还有人说 这是CVT是不是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 本田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变速箱 叫什么 8DTC 8速双离合 什么7速干式 4速双离合 在他面前 那都是弟弟啊 你就看人家这个故障力啊 看人家这个平稳 平顺啊 都秒杀他的 那我在想啊 其实我做这个本田也很多很多年了 这么好的变速箱 为什么不搭在1.5T上面呢 那不就直接起飞了吗 这么好的变速箱不用 用CVT 用什么5AT6AT啊 这个多好 又省油 提速又快 换挡又平顺啊 这么好的东西 是不是成本高了一点啊 没关系 中国的消费者 你加个3500 5千的大家都同意的啊 只要好东西给到我们 是不是 那么接下来呢 老牛会给大家拍这个视频啊 就是这款车型的啊 一些问题 就是宏款发动机啊 为什么要来准备准备哪些项目 大家可以在后续的视频中看到啊 这款发动机 马上就给他干下来啊 还有在评论区 经常有人会问我啊 老牛 你这边是广汽本年实验室店 东风本年能不能修呢 鹅哥能不能修呢 我跟你们说 不管是鹅哥 还是东本 还是广本 在我这里 一样的盘他啊 一样的盘 所以说 不要再问这些问题了啊 直接过来就可以了啊 好 期待我们下一期 插一发动机啊 抬变速箱啊 先给他干下来的视频啊 给大家仔细的拍一拍 这款发动机 以及这款变速箱啊 哪里会有问题啊 之前呢 这款发动机拍了很多 但是这个变速箱啊 还没有拍过多少视频 所以说 这一期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最后呢 喜欢本年开本年呢 关注一下 本田老牛 老牛在江苏武器